Miradio已經推出了一系列的十週年台慶產品 價錢封劍由人 由港幣69元至9999元不等 而左右十週年台慶產品 扣除成本後的一切盈利 將會撥歸普羅和Miradio營運之用 預先多謝大家的支持 今天齊腳 我們錢博又回歸 今天不用研究中華美食 早幾天早點時間不晃 有什麼齊腳不齊腳 兩個人就下棋 三個人打不打到喬佩 四個人 三個人什麼都做不到的 三個人就是強國最興的 什麼地主 鬥地主 怎麼會不行 我們錢博 口味轉了 由鑽研中華食經 就要鑽研到聖經 中華食經的其中一項就是聖經 我們第一個有什麼要說 第一個我們講一下神州的四位 四位包括我都有出席 本台節目的主持人 部分主持人也有你 剛才的節目 Eric Lamb C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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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聽歌 Coe 你經常說Coe 不 這次對 這次對 Coe 不要去 Coe 看到人也不懂 什麼都不懂 一看到Coe 就亂了 鎮腳 C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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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慶也有誠實為人 因為我們玉敏教主 他那晚另外有一壇要趕著吃飯 所以他提早來 他一來到我當然要抓住他 玉敏哥你先幫我做一個拍賣 幫神州賺點水 拍賣官 所以在未開餐之前 玉敏已經拿了這些東西來賣 指這個 指那個 都盡上了一部份 夠夠幾個月租的 我們要先說說 我們跟加拿大位忠實粉絲 你報告 他就要隔空指示我 有福是梁偉強卿送出來的指幣 不同銀行 不同面額 但同號碼 就不同於開頭的英文字幕 後面的號碼完全一樣 當然還有其他標價 我們遠在加拿大的李永鏗先生 不是投這個 是投 黑如其名 頂天立地 是電話投標 電話投標 電話投標 電話拍賣 遠洋 即即即即場打電話 在WhatsApp就可以了 WhatsApp 即是告訴大家 現在的價目去到哪 拍照給他看 那些字是這樣的 對 對 對 你們神將向國際 巴幣 國際投標 多謝 神州也要多謝這位戀方的老友 進仗都可以的 算是滿意 可觀 可觀又不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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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觀又好像人家什麼什麼亂 隨便一幅字畫幾千萬 這封信又沒有寄出 寫了又不寄出 你寄出封信 寄出西環 你到中環便停了 我們看看那晚的一張照片 這個已經結束了 全世界上來唱一首中華民國 做梅花 最尾那首不是什麼歌 最尾那首是叫做反攻大樓 反攻大樓去 我看他不斷翻個樓去 你不懂唱 你聽都沒聽過 聽都沒聽過 這是正常的 因為你不是這個圈 你不是這個圈正式出身 所以你不懂是正常的 我也聽過 變成那晚的 都很困難 大家都上台唱 各人都很興奮 好 回來坐 本來我們整個社慶 都是由年輕人去策劃主辦 因為現在整個執委會都是年輕人 年輕人 我都不是在執委會裡面 所以整班都是他們自己搞定 年輕人就是年輕人 什麼年輕人 在我眼中是年輕人 在大卡的眼中 不是大卡 在我年紀 我兒子都成四十歲 那都是年輕人 那些都是年輕人 在我眼中 那些都是年輕人 但是我們宋兄 就不甘是虐 年輕人又怎樣 拿著麥克風 經常都不放過 沒有放過 你要澄清 當然我們宋兄拿著麥克風 當然是絕無冷場 這個就不需要說 譚笑風生 但是年輕人就沒什麼機會發揮 讓我們宋兄 是不是有人有怨言 沒有沒有 沒問題 可能他們很想拿麥克風 讓我們宋兄拿著麥克風 從頭到尾 做示範 隔離左右 經常問我 那個人不用吃飯嗎 我說他不用吃了 他拿著麥克風 就是我 你吃了麥克風 我以前也有宋兄這些 經驗 那種狂熱 這幾年我就沒有了 我拿著麥克風 說幾句 我就沒什麼興趣坐在台上 有興趣吃飯 對 我有興趣吃飯 我們宋兄仍然保持這種熱情熱成 繼續拿著麥克風 仍然在台上 就非常著藥 首先第一次要解釋 就是回應這個問題 握著麥克風 就是on air 一on air 我們就要忙我 沒錯 就忙我 導演不叫停 都不要停 林死賢說 可以不可以 都不要停 那天晚上拿著麥克風 是當晚的其中一位策劃 阿龍呢 阿龍是指派我要我做的 所以 沒有辦法了 你又不用 現在月頭 月未就看看阿龍來講 是不是真的 要澄清 多到都是 多數都是 但是年輕人又沒什麼機會發揮 因為你知道 一些老經驗的 加上一些年輕人 當然不敢拿著麥克風和你對唱 你說我上到台 我當然可以和你對 但是那些年輕人 我哪敢拿著麥克風和你對 那些年輕人也不敢和那些嘉賓開 大家以為拿著麥克風在上面 隨便說 他說 宋主委叫我上去 突然上去我沒有預備 我都不知道在說什麼 這個經歷 是啊 真的不容易 你拿著麥克風在上面 還有 來的都是我們團體裡面的老大 那些年輕人未必認識 他們不敢開 就算下面那些人懂 因為他們畢竟是新的 他們都不敢拿那些人家來開玩笑 那你送給我不同 地位崇隆 你喜歡旁邊的人 拿誰開玩笑 沒有開玩笑 吃的蛋就行了 浩猛 謝功 阿爾怡 阿欣山 所以是 我們說到欣山 因為我們教主 自從分別離開人力之後,都沒什麼見面 那一晚因為毓民哥做拍賣官 我們欣卿捧場有來,兩宮廢有來 欣卿都是樂善好私人 所以變成毓民哥拍賣過程 勞動我們欣卿不斷舉手 到最後我當然安排兩位樂人家在台上拍照 所以是一個非常難得的機會 因為他們離開人力之後,各自不同的發展 公眾場合很少見面 兩位同台很少有 既然有同台,當然大家拍賣官照留念一下 很多人不知道 這個香港的台灣專家,其實不太多 抑文,欣珊,特別欣珊 真正是台灣專家,很多人不知道 記者出身 不是的,他參與其事 因為當年欣珊講也參與了 國安人士在七十年代 台灣爭取民主的過程 欣珊講是有參與的 即是參與其事 他直接被警察抓了 他扮大學雜誌的時候是很洶湧的 即是當時的民民人士 即是一路民民到現在 如果有機會,可以跟他聊兩句 很難,因為他都在另一個友台做 我們都很不好意思拔他上來 所以他都想拔我上去 我都不好意思 大家明白的 因為大家同台有不同的觀點 但是欣珊、毓民對台灣的資料認識 不是你怎樣,我就是戰專家 我們都投不上 如果說到尾,我們都投不上 因為他們真是身在地中 譬如你講到維美麗島 到黨外美麗島 他們認識的 不只認識的 張俊宏這些事情 欣珊講的都是老友 雖然是參與監 但是都是老友 所以這些 你現在聽過幾句話 當自己是專家 你真的走開 你完全不明白 所以很難得同台 我們當然是捉了兩位老人家 拍照 欣太也是這樣 我們四個人拍照 欣太說一句 我們四個都是前人民力量的執位 幾難得拍照 所以我沒有資格 沒錯 我很想上去 我們講完 我們講一談 政軍兵推演習是什麼 各位 每年都在做的 這些兵推演習 無意 又不是每年的 每年都做 去年沒有做 去年蔡大總也沒有做 今年才做 不是每年做的 但是每一任一定會做一次 會做的 一定會做的 你記得有一年 馬英九坐那輛 台灣自己研究的 叫雲炮 雲炮車 就是 戰車 被人拍照 又說他不應該這樣 不應該這樣 很多不應該 馬英九 今年又有什麼特別 其實特別就沒什麼特別 不過為什麼叫政軍呢 往年多數都是總統副總統 譬如總統副總統出外 突然間遇襲 他要演一個 所謂兵推 所謂兵推就是沙盤推演 有一場突然間演習 即是說你受襲的時候 總統副總統如何撤退 撤退去哪裡 應變計劃 為什麼叫政軍呢 連所有行政院部門 所有行政單位的首長 都要參與這一次的 很少的 往年很少的 往年都是總統副總統受襲 做一個熱推演 今年連所有政府首長 都要加入這個 所以這一個演習是三日 四日到七日六日 四五六日六日 即是今天七日 昨天是最後 昨天是 蔡大總統 假設一出去 一出去總統府 就受到襲擊 本來媒體得到的消息 就是說 他們說是要2002個海軍陸戰隊 是要來支援 可能這些消息暴露了 國防部馬上就否認 你們不要想 沒有這些事 所以事實上整個演習的確是沒有 傳媒就說已經暴光了 沒有做了 我猜是有的 因為蔡大總統被人說他怕死 要到這麼多人 獻兵 海軍陸戰隊來支援 那往年就沒有的 因為這一場 這一場 是國家安全委員會 去主辦 這一場 變成所有的 無論是軍方 行政單位 都配合這個動作 好了 變成就沒有了 軍方的 其實軍方背後有做事 但不是真的海軍陸戰隊 在博外特區那裡 直接衝到來 所以就變成在旁邊去做保護 所以一出去總統府就當受襲 那車一直駛往這個國防部 在這個大直那邊 大直起到國防部 為什麼駛往國防部呢 因為國防部的地下 分別有兩個指揮所去到去 第一個叫原山指揮所 第二是恆山指揮所,這兩個指揮所就是,這個指揮所的巴閉,即是在緊急狀態,譬如受到,我先說背景,為什麼有這樣的演習呢,他假設有一個背景,譬如肥仔金真的受到美國的襲擊, 中共可能要幫拖,或者中共趁著美國沒有空,就會來搞台灣,或者南海發生衝突,牽涉到台灣,中共順便,他經過嘛,順便搞定他,即是他有這樣的情景,有這樣的情景,所以就有場這樣的演習,譬如進入了國防部下面, 他分別可以去兩個不同的指揮所,這個指揮所其實可以抵受得住這個核彈,即是他深入很入,不知二十幾公里,好入的,即是可以受到這個核彈,還有那個什麼衝,美國有一個很厲害的那個什麼, 炸彈之母,即是炸彈之母,即是炸彈之母也炸不到的,即是那個深入的地方, 那麼所有的行政首長都進去了,即是說維持,即是在台灣授襲期間,可以維持第一,應變能力, 第二,就是整個台灣的局面,仍然是在地底裏面做一個正常的運作,即是政府運作仍然繼續,沒錯,即是他不在地面,即是不在行政院裏面,即是在地底裏面,即是可以透過網絡其他東西,就可以發揮這個保護作用, 這個就是整個叫政軍的兵推,那個作用,當然,其實我們沒有什麼特別報導的,其實就,即是每一屆都會有一兩次, 以前馬英九都有的,不如就佛景吧,不過這次為什麼這麼受矚目呢,就是因為有些東西曝光,剛才就說了,什麼陸戰隊, 那些人就說,要不要搞到這麼大陣仗啊,大哥,因為車一,一開就去到底了,那其他海港六四都支援的, 變成你,因為沿途被你開了綠燈,雖然說你平時總統出巡都要開綠燈的, 總統坐駕,我們上次都說過,是不能停的,一開車就,那你受襲都是不應該停的,他一定湧往直前, 總之去到我要去的地方就為止,所以就,但是你一出動到海軍陸戰隊,出動到獻兵就好像令人覺得, 哇,這件事是不是弄得這麼大呢,當然,獻兵一定要出的啊,不,有,一定要出的, 但是如果你去到海軍陸戰隊出完的話,就好像很嚇人,是吧, 你說是不是需要呢,其實我覺得也是需要的,因為你是一個戰時狀態, 三軍,三軍統水,什麼什麼東西,有什麼就要出什麼, 你不要說軍隊暫時,應該要晚上做的, 他昨天7時,不是,早上7時多做的, 所以你不要說,以這些特殊狀況,其實就不止軍人,就算警察, 所謂的警察,其實都應該要出的,所以我們, 可能他們是一些警隊來講,相對軍人,他們的武裝沒那麼好, 但是你起了這樣的非常時期,你有什麼人,你都要出的, 我們不因為,因為他是民眾黨, 為什麼不凌晨做,就不會影響其他人, 現在問題並不是說有人去哪個時間做, 消息曝光, 那些事情就不會發得那麼大, 但是凌晨又未必接近事實, 通常守則的事情, 都不一定的, 喂,凌晨總統就不會出來了, 你炸他的官邸, 大佬,你用不著炸他的車, 你用不著炸他的車, 剛才所說的政軍推演, 我剛才所說, 其實他們經常都在處理, 那麼大型的政軍聯合一起做, 上次我記得我們有一集都講過, 恆山指揮所, 我們有提到, 這是戰士裏面最高的指揮中心, 馬英九也曾經在任的時候, 剛才提到, 雲炮戰車曝光, 因為晚九月走, 有些人說他的姿勢不正確, 等等等等, 那些是靈界的, 這些消息, 他其實不應該走漏, 但是在宣傳上來說, 都沒有後非的, 我自己會覺得, 因為這些, 在作戰計劃裡面, 包括美國總統, 他都有一套的, 所有都有的, 全世界的國家都有的, 所以我們並不是因為他是民進黨選出來的總統, 我們就會摘爛他, 我們都是要保護他的, 在戰事裏面, 畢竟是中華民國總統, 也有這樣的軍方, 無論軍方也好, 無論行政單位也好, 都要配合這個兵區, 我們在外韓看熱鬧而已, 既然說到這個兵推, 所謂的演習, 我們不妨講講蔡英文, 這個蔡大總統的座架, 未講之前, 我都想批評兩句, 因為還有一個消息傳出來, 就是蔡大總統, 就是每一次, 這些演習裡面, 除了這次這麼大型的場景之外, 每一次的演習, 有一個消息透露出來, 都是無疑, 總統會被人襲擊, 斬首行動, 那是怎樣去屠爛的, 這麼混蛋的, 不正常啊, 即是形式化, 你意思是, 已經留於形式化了, 他受到批評, 吵蔡總統怕死, 難道演習我張三, 去台北的時候, 也被人襲擊嗎, 那是正常啊, 你看看, 這次這個, 但自由時報, 那是誰來串他啊, 在朱日和那個, 那個, 習總那個朱日和那個演習, 後面也有一個總統府啊, 他也有一個, 模擬的總統府, 一比一的總統府, 那他要炸總統府, 他先, 他襲擊台灣, 當然是先將你的行政部門, 將你的行政手段, 將你的行政手段, 先放倒, 因為你, 蛇無頭不行, 所以我又覺得, 有些事情太過的, 批評得過了, 即是我們不要只看顏色, 即是, 他一個飛彈, 真是扔下去, 總統府, 他很正常啊, 他當然是摧毀你那個, 最高單位先的,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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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大總統那些答法, 我都有時就是亂說那麽來的, 即是, 人家當然要怕, 即是, 人家說, 蔡總統你不是怕死, 人家當然怕死, 有些事情就不需要這樣回答, 即是, 人家都知道人怕死, 但這些事情不應該由總統講出來, 你屌, 你要有個高格調的, 作為三軍統帥, 那麽怕死, 那麽下面的兵怎麼打, 即是, 其實, 很多個國家元首, 我相信都這樣回答, 即是, 現在我們在這個, 紫敏顏色, 不敏黑白的台灣, 即是, 你怎麽答都死, 即是, 你可以, 可以, 可以答一些比較豪得體一點, 即是, 人都怕死, 這個答案我覺得, 即是, 不適宜在總統那麽高度的位置, 即是, 即是, 皇帝有孕駕親徵, 誰都是行後的, 退後, 最後那部位,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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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這些憲法規定 我們講講蔡總統的座價 宋主委你落行 我是外行,說這些是名貴的車隊 起碼講車,你屬於我們 好過我,我只會駕駛單車 你叫我講波,我就輸了 當然有些人說很貴,2500多萬港幣一部車 不貴,說真一句 算貴 你600多萬,你真的好像前面說那樣 是看什麼車 應該這樣說,如果是這架原裝車 一會兒我會介紹裡面有什麼設備 純粹一架這樣的奧迪8L 奧迪A8L 如果純粹一個奧迪A8L 沒有什麼防彈 沒有任何裝備 是638萬 台幣 你將它除四 三十幾萬 加裝 八幾萬 如果你現在加了所謂防護 就去到2500萬 真的很貴 當然這樣說 加那些東西當然要錢 你說貴不貴 先不評論蔡大總統 我們香港很多富豪 新嬌肉桂那些 包括 李嘉誠那一架都是Toyota 豐田 豐田好像都是值百多萬 都是防彈又成的 就是元首級的 鄭經空經常說到 寶哥哥 李國寶的手錶 李國寶的手錶 千多萬 過千萬 你總統座價都 六百多萬而已 半支錶買不到 半支錶買不到 我們要對比前朝那些 你不能以一步 我們看富豪的車 和正要的車 亦都要分開 是 這架在全世界 即是和其他國家比 這架是和德國總理默克爾 那架是同級的 即是我們 Germany那架 那麼高層次 都是用這個款 裡面的設備 裝置都是差不多 所以是同級的 好了 我們講講 以前馬英九 就是用BMW 寶馬車隊 是的 寶馬車隊 因為 因為 國安局那裡 就說 我們不是為了 這個 蔡總統 特意訂造的 其實在前年 即是選舉之前 即去年的一月選 已經騙了預算 前年的十二月 即離開大概選舉一月 國安局已經編列了預算 編列了成 不知幾千萬 一會兒再說 為何去到成 八九千萬 為何用這麼多錢 原廠 原廠 原廠安置 好了 問題就是 我們可以這麼說 國安局會不會看出 蔡大總統實當選 我擦鞋子才行不行 我們可以這麼說 因為那個大小 鞋子阿茂都見 都猜到 都猜到 國民黨輸得很糟糕 民進黨贏 我擦鞋子 可以 因為當時的主管 都是國民黨 那是國民黨 那是國民黨 他到底是投成 他投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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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不理了 以前馬英九用的BMW 還不是原裝 不是原裝的配備 是買回來才慢慢加 自己裝 一般都是 所以便宜很多 好 我們休息一下 我們再說 好 好